我想,你也不应该忘记我 对不起,我想不起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那我提醒你一下 我年轻,我还是个孩子 你是傻子,我也是傻子 爹,爹,你一定要坚持住我,爹 有人啊,救命啊 有人啊 孩子,怎么回事 神父,求求你救救我爹吧,他会不行了,快快,快来看看 神父,我应该中枪了,求求你救救他吧 你应该送你父亲去医院的 神父,我们不能去医院啊,去了,就会被坏人发现的 神父,我求求你,让我们进去吧 神父,我不能让你们进来 神父,求求你救救我爹,开门啊,神父 радa 杜阿 爹,醒醒啊爹,你一定要坚持住我 爹 爹 别管我 快走 爹 爹 你救救爹 爹 你不能有声啊 爹 孩子 你的故事听起来真实而悲惨 但是我不记得我有过那么无情的举动 也许你的记忆有误 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记得我遇到过你们父子 但愿你的父亲已经康复了 不 他已经死了 就在那天晚上 现在时间很晚了 那 愿主保佑你的父亲在天堂安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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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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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的主啊 就你宽恕这个可怜的孩子 希望他也宽恕你 李宗盛 马上去叫罗探长过来 快去 这只手的骨骼很大 手背上毛发很多 这只手一看就是外国人的 应该是 这只手很干净 手指甲剪得很整齐 看来是一个很注重的仪表的人 对 来看 手心有个十字伤口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 盒子里有一支蜡烛 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下华水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一般在这个时候 你会跟社会说些事 快点响 你世界无辜的 一般洋人住的地方 通常都是有点灯的 不需要点蜡烛 除非是烛光晚餐 如果在餐厅下手 会有很多人 凶手不会那么笨 那什么地方会有蜡烛啊 教堂 一定是在教堂 没错 教堂的蜡烛 这样就能解释 首先的伤口 其实是十字架 人一定在教堂 没错 马上去圣三一教堂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圣三一教堂 法足界一共有几个教堂了 而且这只手 看上去的年纪不小了 只有圣三一教堂的神父才会这么老啊 快走了 他们又赶不及了 神父 愿你在天国安心 或不 或许你去了五十亭堂 是地狱 这么大个教堂 什么会在哪儿 老板 若贤 二宝正赶过来 我们分头行动 我去那边 你从这里进去 好 罗探长 罗探长 利物 你比当年的罗探长还要跟我 第二次 就能准确找到利物 你是什么人 你认识我父亲 请说你回来了 特地给你送些熟悉的男人 很惊喜吧 更唯心 黄一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怎么啦 珊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应该打住她的手臂了 客气让她逃走了 没有抓到她 老大 我听你下车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了 你们怎么猜到 神父